嗨,大家好 圣诞节很快就过去了 先生又开始了他的工作 今天也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是我和我先生结婚一周年的纪念日 今天的天气也跟我和我先生结婚那天的天气一样 英勇密布,似乎要下雨 不同的是,今天的天气好像没有那天那么冷 从圣诞节那天开始,我们这的气温就有所升高 所以连日来一直都非常的暖和 圣诞节聚会那天,因为大家都穿得比较厚 我先生还一直开着冷气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先生是如何计划我们结婚一周年的庆祝活动 我们当初结婚的时候,我先生就说过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定在元月一号 因为新年的第一天,大家都休息 我呢,真觉得无所谓,过不过对我来说好像没有特别的重要 因为之前二十多年的婚姻,我从来没有过过一次结婚纪念日 我想大多数中国人都不太重视 可我从我先生这里了解到,美国人特别重视鸡纪纪念日 这也是人们对幸福红莺的一种肯定和崇尚 这种仪式感,我相信我们每个女人都是特别喜欢,特别向往的 而且我们真的也是希望男人们能够记住这样的日子 因为一个男人娶到了一个女人,也就意味着他得到了一个家 如果男人能把这个日子记住,记在心里 而且能够有所表示,那将是对美满幸福红莺的一种诠释 可惜我的前半段在别人看来还算比较幸福的婚姻 却缺少了这样的东西 我很庆幸在我这样的年龄遇到我家先生 他能够填补我生命当中的不足 我先生提早就跟我商量这件事 他说美国人过结婚纪念日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和家人在一起,找一家饭店一同请和 另一种就是两个人的假日 一开始呢,我希望呢,和家人在一起吃一顿饭 结果我跟我女儿商量以后 他说那天他们的朋友都要过来 所以他们有自己的安排 直到昨天我才把这个事情呢,跟我先生落实了 说我们两个人随便怎么样都行 就在我上窗睡午觉的这个期间 我先生就把这件事安排好了 当我走下楼以后 他告诉我,他已经订了两个晚上的酒店 我说在哪里 他说就在我们当堂 我一听就急了 我说有必要在那里住两个晚上吗 这太愚蠢了吧 我先生一听我说他愚蠢 他就急了 他非常气愤的就站起来说 你让我做决定 我现在做了决定,想给你个惊喜 你却说我这是愚蠢 我一看他火了起来,我的火更大了 我说你认为这是惊喜吗 你愿意在那住两个晚上吗 开车不到半个小时的地方 我们干嘛要花那份冤枉钱呢 他说好吧好吧,这是愚蠢 那你就说你是去 还是让我浪费了这份钱 我当时说我不去 他说你不去我去 我说好,你去吧 然后我就不理他了 我就看我的手机 他一看我也不说话了 在外面外屋转了一圈 然后回过来坐到那 他说 你难道不会再说别的话吗 当我做了一个决定的时候 你除了说这种话,你还能说什么呢 你能不能再说别的话 你想过你说这种话 我是什么感受 我这个时候才意识到我说的话确实有点重了 不管怎么样 不管怎么样,他确实是为我们两个人着想 想要给我一个惊喜 而且呢,又舍得花钱共同出去度假 我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 所以我就赶快给他道歉 我说对不起 但是,我还想做一些解释 他一听这个但是呢,他又急了 他说你说但是就不是真心在道歉 而是为你说这样的话找理由 我说你怎么那么多的毛病,那么多的斤斤计较啊 你平时对你的病人难道都会那么斤斤计较吗 都会咬住他们的话不放吗 他说,他们是病人 我不会这样对我的病人的 我说那正常人有时候也会有神经上不对劲的时候 那也许我就是精神有点不正常了 说这种话 他说,我不可能跟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结婚的 说的说的呢 也把我给说笑了 我觉得我的气也消了 所以我就跟他开玩笑 我说的,哎呀,你这个人简直是太聪明了 绝不放过一点点的问题和心里的疙瘩 他说,我是精神病医生,难道你忘了吗 后来呢,我说 我知道我错了 但是呢,我的英语水平有限 我没办法表达我内心的真诚的意思 他立刻拿出手机的翻译软件 让我对着说 等我到完欠 他也完全的气消了 我觉得夫妻之间遇到这种问题呢 真的这种沟通非常重要 信用的是我跟我先生呢 能够及时的沟通 如果我们没有做进一步的沟通的话 可能互相之间就赌气 那么到那天呢 我先生一个人去酒店住两天 我呢,一个人在家里生两天气 这种哄音我估计也就延续不下去了 我只是想把一些哄音的相处之道呢 告诉给大家 希望大家呢,就是说遇到问题的时候呢 要善于沟通,及时沟通 如果你的先生不像我先生这样呢 是一个善于理解人 善于和人及时沟通的人 那么你就要主动一些 不要让两个人的矛盾呢 越积累越多 不要让两个人的心理疙瘩呢 放到第二天再去解决 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